它会比回力啊和KNKW都要贵一些 这个这双好像要六七百的样子吧 就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嘛就会贵点 然后它前面这是一个Hello Kitty的合作款 它前面是有Hello Kitty这个标的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呢就不是一个热爱卡通的人 它是一个魔术爹 我穿的话我是绝对绝对会把这个Hello Kitty给扔掉的 就是我会让它变成一个普通的蓝白配色的小帆布来说 这个蓝白配色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我夏天是比较喜欢穿干净一点的鞋 要么就是黑白拼 要么就是蓝白蓝绿 不不白绿 然后白黄白红 就是反正就是得加点白 就看起来就会比较清爽比较干净 就没那么躁的话 然后这双鞋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非常好看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确实是硬 尤其是你如果刚穿回力 你再穿它的话 你会觉得整个脚就被估起来的感觉 因为普通的蓝布鞋基本上都不太舒服嘛 回力是比较特殊 就回力是真舒服 然后这双就是普通的蓝布鞋舒服的程度 就是不太舒服 但是不觉得特别特别难受 那这双呢 我觉得就会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有设计感一点 然后你一看一打眼 就知道它还不是你普通经常能看的那种蓝布鞋 然后这双我是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你看它搭配我的蓝卫衣 我今儿这蓝卫衣穿的贼合适啊有没有 就搭配我这只蓝卫衣也非常的和谐 然后你可以在身上稍微搭点蓝 比如说蓝包蓝卫衣 然后蓝色的耳环或者是项链都可以 就是稍微跟它有一个呼应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很好看 然后这双戏的缺点呢 是这个边有点点硬 那我之前穿帆布鞋基本都会磨掉 所以说我也能体谅到 可能因为它那个包边啊 它比普通的帆布鞋要稍微沉一点点 我之前看它的时候 我当时会觉得就是是不是这个位置会非常窄 会非常磨脚掌 但是没有 它只不过是后面有一点点磨 然后整体的鞋有一点点沉 但是样子又特别又好看 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这双鞋呢整体它要长成